第十集 怪異博士与粒粒粒粒冰团 Hello 我是莫言休 又一个星期了 我们居住的地方 情况好像每放月下 坏人当道 虽然有时候都会见到人性的光辉 但无论多光 好像都照不亮这个社会 这两个月的每一个夜晚 有时候要走出街 有时候要追新闻 在很累的时候 我就会回到罗角斯 希望可以找一点位席 上星期 我知道原来罗角斯的人民是在火山口出生 因为天生没有家人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叫家人结拜仪式的活动 说而他就打算进行一个家人的结拜仪式 他就说有两个人搶着做他的家人 分别是 全罗角斯 自称 最聪明 和最认真 的小朋友007 以及 灵性的修道者 超级喜欢祈祷 自然界的使者 梁静静 我都有少少那么多羡慕你们这个 不是讲血缘关系的家人观念 因为天生有家人有无穷无尽的爱和支持 不是很幸福的事吗 小小 不用像我现在这么烦恼 不是的 你们不明白那么多了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现实社会很混乱 有很多荒谬的事发生 那就更加应该感恩有家人在身边支持 如果是支持的话就好了 不要用我做例子 我的朋友 面对今时今日我们社会的撕裂 他们家也撕裂了 家人的不认同 家人的单单打打 带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 反而才是令他们最不开心的地方 我选好了我的家人了 阿妹 你打给我啊 是啊 白仔 只要白仔做我爸爸 我就可以 不停免费喝星星奶了 所以我决定选他 好啦好啦 几位 一起见证我的 见识会白仔啦 然後早两天 我又去到罗角斯 去到入境事务署的大堂 这一对新进的两妇女 居然一早就坐在那等我 不知道搞什么呢 莫言忧 弟弟 哇干嘛 神识那么凝重 国家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你看看 你看看 莉莉小姐留了封信给我们 雪儿 白仔 莫言忧 最近我们报馆发掘了一宗大新闻 不过 因为我记者的身份已经曝光 我需要几个臥底 帮我潜入一个地方进行调查 帮我拍一段 党案主角工作的片段 而我呢 就会进行资料搜集和后援的工作 我想过答过 觉得你们三个最适合做这个任务 任务成功的话 你们将会登上 任务国师跳弹床一报的头版 信里面有这件事的资料 麻烦大家保守秘密 我将我的前途交给你们 蛤 你们不是真的想帮他吧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莫言忧啊 你不要贪心怕死住啦 怎样危险啊 都不够你现在住的地方危险啊 蛤 不是 我听人说 你那里的警察会用枪指住市民 OKOKOK 你们对了 但会不会很辛苦呢 我怕辛苦多过危险 我们就不怕辛苦的 我们只是想上头版 你们两个父女 要不要这么合 隨便吧 那封信里面究竟是有什么呀 是一个 有戴眼镜的男人的照片 女后面有字的 哦 乖 乖乙博士 35岁从事科学研究 是一个戴着金丝框眼镜 笑容可供 头发梭到贴贴服服 穿着白色长袍 散发着有善气息的男人 哎呀 这里都有两张照片 第一张 这张是好多好多的 全部都是 第二张是 那么奇怪的 为什么整堆 会像自己开茶会 坐在一起玩啪牌 以防大家不记得 凹凹凹凹凹凹是世界一种很奇怪 好像老鼠 但好像鬼口水的质地的生物 不可能的 不要说玩啪牌 在我家的小白 连指尖的名字都不懂得听 不要怕 你们看真一点 是模拟图 不是真的 看看阴影 是P出来的 我猜是一些 构想图的东西吧 什么叫P出来 不过不要紧 因为还有这幅图 你看看 是地图 这里圈着的地方 很接近 C百科学院 这里上面写着 乖义博士研究中心 只有这么多东西 只有几张照片 和一幅地图 对 那代表什么呢 哎呀 什么你两个呢 这么没有偵探头脑的 我明白偵探阿雪 已经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蛤 是什么事呢 阿女 阿雪这个名字 真是很难听 很难听 收声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很可笑 根据我的推理 这个这么怪异的 怪异博士 很明显就是想利用科技 去改装粒粒粒粒 然后 令到粒粒粒有意识 并不敢服从他 製作自己的粒粒粒隆弓团 屁而粒粒粒粒 那么统治整个粒粒粒狼的 immer的 怎么会呀 不会呀 我们一向都很和平的 哪有索黑天王的 这些壞分子 ре 我们现在 莱莉小姐的意思是 我们要跟着地图 没错 我们就是要 直�c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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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直�cuca黄笹 去那间 粒粒粒的研究所 它也不是叫 trivial sl句 這裡,搜集證據,你先不要藏著 我們要搜集證據,教會黎黎、淺滅這個 邪惡的,櫜得櫜得軍團 櫜得櫜得 實在是非常荒謬 但作為一個漫畫迷 這種劇情,又實在是覺得頗有趣 於是,我們就根據雪兒的所謂推理 一起出發前進去怪異博士研究所 好了,那個所謂的研究所 其實只是一間木屋仔 在羅國斯百科學院後面的森林裡面 四處陰陰陰森森的,已經是晚上黑了 周圍還要很少燈光 殘殘舊舊的,樹又好高 都真是有點恐怖 喂喂喂,如果這裡是一間城堡 或者很大的基地 那些就叫潛進去 明偵探 鵝雪 明偵探鵝雪 這間屋呢,比我小的家 怎麼潛進去呢 只可以正門突入 有辦法的 有什麼辦法呢 那裡那裡,那裡有窗啊 OKOKOK 喂,沒有人啊 是就是沒有人,不過 你看看那裡 好多粒粒粒粒,好噁心啊 喂,你們在做什麼 剛才說到我們根據羅國斯跳彈床日報記者尼尼的指示 調查一宗不清不楚的案件 然後雪兒 無緣無故化身名偵探鵝雪 懷疑一個叫做怪異博士的人 製造粒粒粒的冰團 打算統治世界 剛剛才去到他的所謂研究所 就馬上被他發現了 你…你不要亂來啊 我…我們叫的 我…我有槍啊 你們這些危險分子,你不要衝動啊 走吧…快點走吧 喂…現在是你們想闖入民居 為什麼我才是危險分子啊 喂,你冷靜點 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啊 我們是…拿個證出來先 我們是羅國斯跳彈床日報的 特派員,我們現在要拘捕你 你都說你是報紙特派員 哪有資格拘捕人啊 喂…我犯了什麼事要拘捕我先 你…你企圖製造粒粒粒的軍團啊 你…你要控制羅國斯 你個變態科學家 蛤…變態的變態 喔…你是不是被我們識穿了 你開始害怕啊 喂,你們不要這樣 靠這些那麼可愛的小動物 是怎樣可以控制羅國斯啊 喂,還有啊,我不是什麼科學家啊 我只是一個生態研究員而已 不用再騙我們了,你 喂,不是啊 這裡真的有個牌寫著 生態研究中心啊 還有些心心在旁邊啊 蛤… 唉… 你們先進來吧 讓我慢慢解釋給你們知道 正所謂追求真相,無威無懼 我們走了入這間小木屋 這個怪兒博士 倒了一杯枕頭樹汁給我們喝啦 還拿了幾個冬甩給我們吃啦 好美味啊 感覺上,真是一個大好人 陌生人都要這樣招待啊 哈哈哈哈哈,博士啊,你真是客氣啊 哎呀,我又怎會是全羅國斯最可愛的女生啊 不是啊,我覺得你真是啊 哎呀 你覺得星星奶是全國最好喝的飲品啊 真是多謝你的支持啊 喂,我不是客氣的,我是說真的啊 喂,你們進來的十分鐘 還要不需要突然之間這麼朋友啊 搭肩膀那樣 哎呀,那我們是誤會了人啊 你看博士的樣子這麼帥 一看就知道是好人啊 怎會想侵略羅國斯啊 拆鞋婆,我早就覺得不是啦 是你不相信我而已 你不要再說廢話了,下木 言憂 有冬啦你就吃啦,吃啦不吃啦 那博士啊,你究竟在做什麼研究呢? 我重申一次啦,我不是博士來的 我是一個生態研究員 不過呢,我也在做一個關於本性的研究 本性? 對了,你們有沒有聽過人之初性本善? 當然有啦,弟弟 但是有沒有人聽過人之初又性本惡? 是啊,分別是萬子和孫子提出的理論 沒錯,我就很想知道哪一個才對呢? 啊?用這些粒粒粒? 是啊,你不要看他們傻傻傻 我以前有研究過的 我發現有些粒粒粒粒會協助其他同伴 例如救回跌落坑渠的同伴 有些就會分一些食物給他們 但是有些粒粒粒粒 他們會搶別人的食物 又推人到坑渠 我好想知道 究竟為什麼有這個分別呢? 好可愛喔 請問你得出了一個怎樣的結論呢? 我發現了一件事 不過有其實引來更加多的問題 聽我說 這件事就是原來大部份的粒粒粒 做好事和壞事 都只是根據他們的首領的指示 野生的粒粒粒粒這種動物的生態 其實跟螞蟻有點相似 他們的族群是一個首領 首領曾經做過怎樣的事 他們之後就會怎樣跟著做 所以我得出的結論是 主要都是因為服從 是服從令到他們做不同的行為 你這個實驗的結論 有點像我們世界一個很有名的實驗 實驗的主辦單位告訴參與者 這是一個關於體罰的效用的實驗 要求參與者就要扮老師 拿著一個4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 如果在旁邊的學生答錯問題 他們就需要按電擊控制器 那些電擊還會越來越強 這麼殘忍 哪有人會按制啊 有65%的參與者 最後是用了450伏特的電擊 噢 惡魔啊 那些人是DEVI L Devil 惡魔 是的 他們明知對學生日後的傷害是很大的 雖然在隔離房間不是真的有學生在 但是研究就發現 因為服從和權威主義 會令到他們做出這麼多恐怖的行為 那是不是就像你世界的警察那樣 咦 因為服從 覺得自己威威就沒有本性 不要說是我說的 我不知道說什麼 的確都很相似 但是我剛才不是說的 這樣的實驗是不可以完全解釋到我的疑問的 例如是負責落order 或者首先做那個行為 令到其他粒粒粒服從各位首領呢 他的本性又是哪裡得來的呢 嗯 問得很好 雖然服從很重要 但是聖本善 聖本惡這些理論都一樣那麼重要 因為他肯定了 人有些特質是不變的 但是同時也有受到環境改變的部分 沒錯啦 就是因為未得出的結論 所以呢 我做了這幅圖 怪兒博士指著他牆上掛著的一幅畫 就是里里封信裡面 粒粒粒在開茶會 玩啤牌的畫 哇 你看不看到啊 他們多開心啊 看到啊博士 他們超級有趣啊 我想起我的小白 好想念他 真是好可愛 怎會有趣啊 整班噁心白老鼠在喝茶啊 我就是希望透過這個研究 可以知道人類的本性 然後透過教育和環境的改變 令到世界更加美好 令到大家可以很和諧地坐在一起喝杯茶 哇 博士 你真的很偉大啊 我再說一次吧 我不是一個博士來的 我是一個生態研究員 差不多啦 博士的意思是 無論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 其實都是可以改變的 例如是一些充滿盧性 壞了的濫用暴力的人 如果能夠看通自己只是盲目地服從 只是受到英雄主義的環境影響 就可以有回人類的理性 無論本性是善還是惡 都有改變的方法 好像萬子這樣說 沒有拆引之心非人也 沒有收穫之心非人也 沒有是非之心非人也 除非他們真的不是人 而是禽獸 否則一定可以改變的 無論如何 那一晚我們跟博士聊了很久 吃了好多個冬甩 就回到市中心了 嘻嘻嘻地回到入境事務處 我們才發現 死了 白仔 我們原來呢 完全沒有幫過李李他做任何事啊 哎呀 是呀 那我們就沒得上頭版了 哎呀 沒得光宗耀組啊 是呀 嘻嘻 最壞都是你了 莫言憂 啊 我 為什麼是我 唉 弟弟這次我都不幫你 喂 老闆 你實際上有誰幫過我呢 其實 閉嘴 你害人真理的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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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失眠鎮 第十集 怪異博士與粒粒粒粒兵團 Oscar是莫言憂 鍾雪是雪兒 娘子是白仔 Donald是怪異博士